WHO也一直强调 无论是否打完疫苗 都不可以觉得上了保险 我们还是要做好防护 并且要提升自身的免疫力 我记得您在节目中 有介绍了很多提升免疫力的方法 比如说您上一期有提到 喝酒对免疫力的伤害 我们受到很多观众的回馈 想要了解这个部分 所以可不可以请您具体再谈一谈 喝酒的话对身体抗病毒的能力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是人们往往把酒精 作为一种在社交场合的这种饮品 但是实际上酒精 就喝酒的这个酒里头 这个酒精的成分已纯 它可以导致人体出现 60多种不同的健康状况 就是60多种不同的病 所以几乎 而且几乎所有的这些疾病状况 跟这个饮酒的量 都有一个直接的相关性 喝的越多 每天喝的越多 喝的次数越多 或者每次喝的酒的量越大 然后这个年时间越长 就意味着这个患病的风险会越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 这个图就是说 我们可以这个从大脑 从头到脚 方方面面的 从大脑 它可以引起大脑神经系统的损害 然后这个整人身体的免疫系统 我们会给大家详细的讲 另外还有心脏和血液循环 还有胃肠道 这个待会也会详细的讲 另外还有它还会引起癌症 比方说这个喝酒引起很常见的酒精性肝病 最后肝癌 另外还有肠道的癌症 还有胰腺癌 它这个酒精胰腺的开口在肠道那 经常去刺激胰腺的部位去发炎 最后这个胰腺也容易得癌 所以包括这个皮肤 骨骼器官 还有口腔啊 这些 另外还有生殖系统 几乎全身的系统 都有可能被它影响到 那我们这里就重点给大家讲 这个对我们抗病毒能力有相关的几个部位 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我们在讲 为什么它会影响我们的抗病毒免疫力呢 这个乙醇它能破坏我们两种免疫力 不光是保健力破坏 然后后天免疫力 它也能杀伤 而且是四道屏障 天然的三道屏障 和后天的这一道 四道屏障全部都影响到了 怎么破坏的呢 我们现在就把第一道和第二道 合起来给大家讲 第一道第二道就是天然免疫屏障 我们知道 就是胃肠道上皮细胞 它在这个 它组成了一道很紧密的一个粘膜 这个粘膜 我们肉眼是看不见这些细胞的 但是一再放大显微镜上 我们就能看到是一个个的细胞 它们之间很紧密的 手拉手的 就像那个栅栏一样 一个一个一环扣一环的 很紧密的连在了一起 或者就像那个 它这个紧密连接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它形成了一道牢不可破的城墙 或者是防护门这样的结构 关着的 平时这道城墙的门 防护门都是关着的 关着挡谁呢 就挡我们这个胃肠道啊 这个里面的一些细菌 我们知道细菌在我们的胃肠道都是存在的 然后我们吃的东西啊 喝的东西啊 有时候会带一些细菌进来 还有病毒 尤其是细微的这个病毒 病毒到处都有 这些病毒 它被这个细胞这么一挡 挡得严严实实的 它就进不来了 但是酒精的成分已存 它能够破坏这一道紧密屏障 换句话说 它把这些细胞和细胞之间的空隙 给它加大了 就相当于开了一扇门 防护门给开了 城墙破口子了 然后病毒啊 这些有细菌的有毒成分呢 就容易 因为病毒比细菌小一千倍 相比起细菌来讲 病毒更容易钻进来 对吧 所以它就直接就从这些缝隙就能进来了 然后进去以后有什么后果呢 它直接就能进到血里头 相当于就直接破门而入了 对吧 就削弱了 这样的话 你如果没有病毒进到血里 不挡着不挺好的嘛 这样玩这免疫系统 它有能力去慢慢的修复一下 等有个应战的一个过程 但你现在一下子就 这么快就进来了 然后免疫系统不就 一下子就被它攻破了 第一道第二道防线马上就攻破了 我们讲 如果把它连接起来 就是上皮细胞 它有一个第二道屏障 就是能够阻碍它分泌干扰素 阻碍这个病毒在里面 它得穿过这个上皮细胞才能进去 对吧 它现在一打开门 它不通过上皮细胞 这个阻碍的作用 就失去了这个阻挡作用了 直接就跳过第二道屏障 就进到机体 这不是很可怕吗 所以这些东西就进到人体以后 它就是直接引起病毒血症 它就通过血管 就蔓延到全身的各个器官 这个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就是 咱们讲完消化道 不要以为喝酒只是影响消化道 其实喝酒 它一样的影响我们的呼吸道 这新冠肺炎肺炎 大家最关心的是呼吸道 那呼吸道呢 因为我们的喝完酒之后 嘴里头都有那个气味 我们都能闻得见 那这个气味呢 通过这个整个的口腔啊 咽喉啊 它能够自然的扩散到人体的鼻部啊 还有呼吸气管 支气管 还有下呼吸道的 咱们知道咱们的这个气管 支气管的 它表面也是一层很紧密的上皮细胞的这个屏障 这个屏障的这个表面 也是像那个有一些鲜毛 这个鲜毛它在有规律的不停的摆动 它会把这个一些有刺激性的 或者是有粘液啊 含着病毒的包裹的粘液啊 这些东西都给排出去 通过痰液的形式排出去 这直接的就是一种上皮细胞的这种净化的作用 清理 这是第一道平常的直接的净化作用 但是呢 你现在这个喝酒了之后 这酒精啊 就把这个呼吸道的上皮细胞之间的这个紧密连接也破坏了 它不就等于相当于也直接降低了呼吸道的排毒能力了吗 对吧 然后呢 这个酒精它能抑制上皮细胞分泌干扰素的这个能力 也降低了呼吸道上皮细胞 抗击这个病毒 排除病毒 阻挡病毒的能力 这是 这也是这个 这个 这个抗病毒的能力下降的两个重要的原因 在呼吸道肺部 另外呢 这个 以纯分子 它能扩散到肺泡里面去 肺泡 肺泡上皮被破坏了以后 它直接可能就诱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的这个发生率 所以这个又是跟这个新冠肺炎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并发症也是相关的 所以我们就讲这个这是对肺呼吸道的这个两道屏障的这个破坏作用 好那我们再来看酒精的第三个破坏作用 就是它对天然免疫系统的第三道屏障的这个破坏 第三道就是我们左边的这个 这个先天免疫细胞 我们学里头有吞噬细胞 还有中心粒细胞 中心粒细胞主要吞噬细菌的也可以通行一些病毒 然后自然杀手细胞 自然杀手细胞主要是直接吞噬病 这个吞噬这个感染这个病毒的一些细胞的能力的 所以这个酒精它能够影响几乎影响我们学里头的所有的白细胞 这种杀病毒的或者杀病毒感染细胞的能力 包括刚才说到的中心粒自然杀手细胞 还有这个疏突吞噬细胞 这些都是天然免疫系统里面的重要的这个干匠 这个酒精它直接就能破坏这些细胞 所以这个在血里头等于它等于又被又没阻挡住了 所以病毒在血里头就容易 更容易去繁殖产生病毒血症了 对吧 所以这是第三道屏障 那第三道屏障也被它供了 然后第四道屏障就是这个图的右边 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研究发现 这个酒精它能够影响T细胞的数量和功能 长期饮酒的人呢 它循环外周血里头的这个T细胞的数量是下降的 而且它还能干扰这个胸腺细胞的这个发育 不仅如此 酒精它还会损害B细胞的数量和功能 长期饮酒也会影响B细胞的数量 降低这个B细胞产生抗体的能力 这个就是很可怕的 直接就降低了我们人体对这个疫苗的反应 大家都想打疫苗 所以这个就是这直接就影响了T细胞和B细胞 这个直接能够引起这个对疫苗产生重要的 硬打的两个重要的细胞 所以这个就是说 所以说从一二三四这四道品上啊 我们就看到这个酒精对人体的这个残害的副作用 所以也有一个实验就发现了 就给那个老鼠喂酒精了 就发现他肺里面的这个干扰素的这个蛋白质和MRE的表达都下降或者延迟了 所以说喝酒的人呢 他体内的干扰素的这个水平是分泌不足的 而干扰素的相反呢 它能让机体处于一种慢性炎症的状态 我们记得我们给大家分析过就是细胞学上的一个研究 就是人体如果是处于一个干扰素的高表达状态 这个状态的情况下 人体是不容易得病毒的感染的 那如果是相反处于慢性炎症的状态呢 这个机体是容易感染病毒的 这个酒精就能够起到这个让机体发炎啊 慢性的炎症啊 然后干扰素反而下降 就起了这个副作用 就正好就抵抗我们人体的抗病毒的能力 另外呢 酒精还影响我们的情绪 我们知道喝酒的人他容易撒酒疯对吧 他其实就是情绪紊乱的一个表现 酗酒啊 他一旦失去理智了 他有可能情绪就紊乱了 而且喝酒容易上瘾 上瘾呢 然后还有一些人会有抑郁或者焦虑 这些脾气发作这种情况会多见 这有很多的研究都发现了这个喝酒 引起人们情绪紊乱的这个表现 所以这些不良的负面的情绪 同样也会伤害我们人体的免疫力 我们多次讲过人的这个情绪啊 通过这个下丘脑皮 这个垂体肾上线轴 最后它的终端就是免疫细胞 负面的情绪 它就直接抑制我们的免疫细胞 抑制我们的免疫力 所以我们喝酒 实际上就是从免疫系统直接的各个层面 从胃肠道 从这个呼吸道 还有从精神 这四大方块 四大层面 就综合就让我们的抗病毒的免疫力 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害 所以这个就是真的在疫情面前啊 这是非常 我真的是给大家提的这个心 就是说在我们端起酒杯的时候 在我们知道这个病毒在不断的变种 我们的疫苗又现在还有很多问题 没有完全解答的时候 在我们很多事情都没有确定的时候 我们举起酒杯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我们喝这杯酒是为什么 我们喝下去之后会导致什么 我们到底要想得到什么 所以真的要慎重朋友们 那说到这里 其实我们也有观众在提问 就说其实请问董博士 您说的喝酒是有包括葡萄酒吗 还有比如说提到说 中国女性坐月子都会喝 自己家里的糯米酿的这个甜酒酿 可不可以喝呢 是这个确实是不同的酒 它酒精浓度都是不一样的 那白酒我们知道30多度 那是真的不要大家不要喝 啤酒它的浓度稍微低一些 就是10% 香槟5%左右 这些这个含的浓度稍微低一点 可不可以喝呢 那我们这里呢 就是说其实呢这个喝酒啊 其实就像一个药 这个药呢就是说到药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药物的作用 跟这个剂量是有关系的 对吧 那个作用剂量越大 然后作用时间越久 那这个作用就越明显 你每天饮的酒越多 然后饮的量越大 饮的这个酒的种类呢 那个浓度越高 你时间越长 那我们患病或者得病 或者是死亡的风险就越高 好 今天真的谢谢董博士的分析 谢谢 谢谢 谢谢啾啾 谢谢观众朋友的观看 谢谢 其实从健康1加1防疫身心灵直播以来 东宇宏博士每周几乎没有间断的 包括在节假日期间 也都会为观众朋友们 准备疫情的最新消息 为的就是要帮助大家快速 而且正确的解读疫情的相关消息 那因为董博士珍惜生命的珍贵 尤其在直播期间 我们几度看到董博士 也是因为疫情严峻的时候 生命的流逝也会伤心哽咽 所以就牺牲很多自己私人的时间 为的就是用他专业的知识来帮助更多的朋友 我相信大家也都能体会到他的用心 当然全体健康1加1防疫身心灵的制作团队成员 也都是秉持着珍惜生命的可贵 一直坚持为大家服务 那中间呢受到很多观众朋友们 对节目的反馈还有期待 那正面的负面的我们都一一接受 当作对节目提高的动力 同时呢我们会不断的反思再努力 期待能够让明白的朋友们 更能够受益 让不明白的人有一天也能够看到 我们对您生命的珍惜 那健康1加1防疫身心灵会承诺 一定会不改初衷 陪伴大家找到一条真正防疫的道路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祝福大家平安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